张总,我们想请假 请假,找你们主管就行,不用找我 可是,主管他不给批 不给批,为什么? 我们请的时间有点长,得要两到四个月 小花,你要知道,咱们公司最长的假就是年假了 年假最长也就是半个多月 你们现在要请两到四个月 可是你们的工作由谁来顶替呢? 你们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公司怎么会知道你们到时候会不会回来呢? 公司现在不给你们批这个假呀,也是应该的,对不对? 我,我们 你们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说出来,我要是能帮你们一定帮 我 大花,还是你来说吧 我们的妈妈得癌症了 就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你们的妈妈 对 查出来半年多了 这段时间正在话聊 这 老板 这个假你就给我们批了吧 批 这个事比较要紧,肯定给你们批 其实 他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 我们是他在医院抱回去的 我们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就连我们的养父养母都是农村的 这家里只有一分二母地 还有两头猪 有时候就连猪都吃不饱 更别说我们了 我们母亲是农村人 就连县城都没有去过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就连化疗的钱都是找亲戚朋友们借的 行 大花 小花 你们听我说 作为子女 你们母亲现在是这个情况 先不管她是不是你们的养母 他们把你们抚养长大 她就是你们的亲生母亲 我们一直都把她当成我们的亲生母亲 是啊 是啊 所以你们必须得回去 这个价呀 公司给你们批了 还有 小花 你工作一直特别努力 公司近期想把你提拔为主管 可是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也是没办法 这些先不说了 还有 你母亲治疗的方法 还有其他办法吗 去其他医院问了吗 都问过了 没有办法了 喂 白主管 来一趟我办公室 张总 您找我 他们两个是你车间的吧 是的 张总 那你去给他俩批四个月的假期 啊 四个月 他们走了 谁干工作呀 他们的工作 找别人顶替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找两个零食工 谢谢老板 谢谢 白主管 你先去忙吧 好吧 张总 如果你走过他的路 你们两个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的母亲 连县城都没去过 连福也没想 我们就想在他有生之年 都陪陪他 对 你们做得非常对 但是 你们身上有钱吗 我们的钱 都给母亲 看病的时候 花光了 是这样啊 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把你们的母亲照顾好 我这里呢 有十万块钱 我希望你们呢 能在你们母亲 有生之年 好好敬一下笑的 教唇父母呢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你们母亲 把你们俩拉扯到这么大 非常不容易 非常辛苦 我希望他在有限的时间里 你们必须好好地孝顺他 这十万块钱呢 你们拿着 不不不张总 这钱太多了 我们不能要 让你们拿着 你们就拿着 这钱呀 就当是公司提前预制你们的工资了 我这里还有辆车 你们开着 去带着你们母亲 到全国各地转一转 谢谢老板 谢谢 你们俩呀 赶快回家吧 拿上钱 开上车 回去接上你的母亲 带她好好转转 让她在有限的时间里啊 好好想想幸福 谢谢老板 谢谢 喂 财务部门 在大花小花休假期间 他们的工资 要让他大方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 他问的谁 永不未来 只得你 令到我惭悔 请 你的 还